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自己这个人 首先呢 我的名字叫训利 如果大家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话 应该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 其实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训 因为我中文名字里面有个姓字 而我在创频道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要用什么名字来叫我自己 但是我觉得训这个字有点太难念 而且讲训就好像 让你要觉得自己很训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想说刚好加上我的姓氏 所以就简称训利好了 我当初在拍影片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目的的 因为我本身是学电影的 所以一些基本的剪辑跟拍摄 对我来讲都不至于到太难 所以我想说既然有了一台相机 那不如就来拍拍看好了 而且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的幸运 拍了第一支影片 点击率竟然还不错 第一个晚上就破千点击 对于一个初创频道的人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喜悦 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撑多长的时间 就算到了现在 我每次发影片的时候 看到点击率 有时候都还是会有点沮丧 因为不一定每一支影片都符合大家的胃口 也不一定每一支影片点击率都那么好 其实很多次都会找不到主题 或是就算你找了主题花了钱去拍 点击率非常的烂 我真的是很难过 会再问我朋友说 怎么办点击率好烂 还是我就不要拍好了 我相信每个人在经营自己 YouTube频道一定都会经历过这个时期 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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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人 才有办法达到1万订阅 但这边真的要非常感谢你们大家 愿意订阅我并且给予我支持 看一支影片最好的回馈 就是留言给你们喜欢的创作者 并且跟他互动 其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看留言 但是我知道我有些影片的留言数其实不多 有时候其实留言数不多的时候 心里面会有一点小难过 会想说自己这支影片是不是拍的不是很成功 其实影片初期到现在有经历过非常多的改变 如果你们看我第一支影片的话 会发现我第一支影片非常的简单 就是架个相机开室内的灯 也没有在想到打灯那些的问题 就直接对着摄影机开始讲 所以收音啊或者是画面 甚至是整体的美感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精致 因为前几支影片的时候 我那时候其实在做牙齿 所以我的其中一颗牙齿是缺牙的 唉 就是有一种机关可以让奥克一按 就可以掉下去的机关就好了 慢慢的买了麦克风 然后懂得怎么去打光 到后面知道怎么去调光 或者是怎么让画面更精致 从影片初期到现在慢慢慢慢的 不断的在成长 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三个月对我来讲 算是我频道成长最快的三个月 因为我知道我拍了小资理财的东西 大家还蛮喜欢的 那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误打误撞 不小心拍的这支影片 殊不知这支影片的点击率就是 非常的好 我就想说好 那我不如就是好好来研究这一块 并且来跟大家分享 想不到大家的回馈都还蛮好 这一点我真的是算非常的感谢 今年对我来讲 真的是结了非常多人生的成就 但是频道破万啊 然后前一阵子被记者访问 并且上了电视 开始会有厂商要找我业配 其实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都是 非常大的改变 而且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跟感激大家 那我自己本身工作的是自由业 主要是从事拍摄广告相关的幕后工作人员 那因为我是自己接案子 所以我的时间相对来讲也比较自由一点 但是不一定每个月的收入都会 像想象中那么客观 好的时候会比一般的上班族多出好几倍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比较惨淡一点的话 有可能一个月才一万多块 就是有你知道起起伏伏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自己个人其实还算是蛮享受当自由业 就是可以自己接案之外 还可以拍YouTube的影片 对我来讲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体验 那我自己本身的是彰化人 因为读书的关系 所以才来到台北 因为读的科系比较特别一点点 在台北才可以接到比较多的工作 所以我又继续持续留在台北这边 那来说说我频道一万订阅的感言好了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频道会破万订阅 那时候其实有一千订阅 我自己就觉得该偷笑该知福惜福了 想不到频道就是有陆续陆续的在成长 这一点其实我还蛮感动的 真的有非常多人在下面留言说很喜欢我的频道 尤其是在我前几则抽奖影片那边 其实看到这些留言我真的是很感动 有YouTube这个平台才有办法让我认识大家 也让大家认识我 虽然在镜头面前我不一定是最真实的我 但是还是谢谢大家愿意这样子支持我相信我 并且观看我的影片 在这边真的再跟大家说一次感谢 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才让我 好不容易达到这个一万订阅 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也可以多多的支持我 支持熏力支持熏力这个频道 那我也期许自己有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让整体的频道看起来更多元更丰富一点 分享一些更实用的知识给大家 好啦那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可以享受到非常好的新年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满满的红包 那如果是像我一样拿不到红包 而且还要包红包出去的人的话 那我们就抱持着一个感恩的心 想说自己终于可以包红包出去的这种感觉 好啦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后面的佳节可以玩得愉快 好啦那这次的新春一万订阅感言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不管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人黑的影片通知哦 我现在有深圳的Instagram跟粉丝专业 还有布布格 大家记得去按赞追踪跟观看 我是薰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布新年快乐 好啦真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如果大家有出去玩的话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记得注意安全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观看我的频道 好吧 为了这个新春特别节目 可是加紧赶工 加紧拍片 让大家希望可以在新年的时候 不要忘记薰力这个人 好不好 好啦新年快乐咯 拜布